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国内政 伤脑筋的问题是边境移民暴增这件事 在上周最重要的就是上周四 42条法案川普时期颁布的 那么直接把非法移民驱走 那么因为这个法案到齐了 好像失去法院 那现在拜登有自己新的法案 每个移民都要提交申请的入境文件 美国要审核 没审核之前不能入境 国土安全部是说 边境人数因此下降了一半 不过真的申请入境移民非常多 所以庇护中心还是容纳不了 有一个17岁少年死于佛州庇护所 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在棘手的程度 止不住的眼泪 因为儿子再也不会回家了 在宏都拉斯的奥兰奇托镇 这户人家迎来最难过的母亲节 看着手机中的儿子照片 17岁的马拉迪加亚 今年4月底决定到美国寻求新生活 他5月5号辗转被送到佛州庇护中心 还打电话跟母亲报平安 没想到上周突然传出死亡的消息 伤心的母亲手里拿着遗体遣返文件 盼望美国政府能给个交代 马拉迪加亚是这两个月来 第二个死于美国移民庇护中心的 未成年人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发出声明表达遗憾 强调正在审查少年的医疗相关记录 不过这起事件也凸显出美国边境移民的收容情况混乱 在墨西哥边境城市提华纳 有大量移民正想办法寻合法途径跨越边境 他们手里拿着美国官方要求的文件 内心却相当彷徨 因为申请人数暴增 有消息指出 目前使用美国官方移民APP填写入境申请 得到的庭审日期已经排到2031年 德州爱尔帕索这间移民庇护中心 一进门就会看见许多孩童 长途跋涉后疲惫不堪 但只有简单的毯子铺在地上睡觉 有些孩子在院子里玩得开心 但他们的父母却是忧心忡忡 带着九岁女儿来自洪都拉斯的妇人 在母亲节这一天只能强达起精神 因为她18岁和20岁的女儿 都被带到联邦拘留所 不知何时才能见面 三年前她和九岁女儿都获得许可 能前往梦想的休士顿定居生活 但她拒绝离开 除非另外两个女儿一起 否则她哪都不去 另一头来自委内瑞拉的年轻妈妈 刚生下的婴儿才两周大 对这些移民妈妈们来说 带孩子到安全的地方生活 是出于母性的本能 9岁女儿上前给妈妈一个贴心的拥抱 来到美国以后长大想做什么 小女孩只想和母亲看齐 美墨边境近期的混乱 是由于川普时期颁布 允许驱逐大量非法移民的 第42条法案在11号到期 取而代之的第八条法案 美国移民官员必须受理 所有的申请文件 审核时间随申请人数增加 而越拖越长 非法入境者驱逐五年后 不可再入境 不过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 美墨边境的移民人数 上周末有下降的趋势 而佛州州长德桑提斯 上周宣布签署新移民法案的 第1718号法案 预计将在7月1号正式生效 要求雇主必须雇用合法移民 违者将被暂停营业执照 甚至连医院都必须要求 移民病患出示身份文件 分析认为这反而会伤害建立在 移民生产力基础上的佛州经济 根据统计 佛州40%农业人力都是无证移民 如何应对大量的移民压境 移民是拜登政府当前的一大考验 移民也成为2024总统大选 受关注的议题 TVBS新闻综合报导